天南地北谈华语 矿泉水整箱整箱的买?买来洗头啊! 说什么呢?用矿泉水洗头?谁这么浪费? 那你买那么多干嘛? 我家那一区停水了。 昨天晚上开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来水供应。 幸好是在我洗了碗之后才开始停水的。 也幸好我们全家都洗澡了。 停水一般在一两天之后就恢复供水了,不用担心。 买这么多箱,太夸张了。 不夸张,我们那一区的小商店超市都卖光了, 大家见水就抢,好像不用钱似的。 幸好公司附近还能买到水,不然这个周末不知道要怎么办。 据说这回要四五天以后才能恢复供水, 好像是哪条河受到污染影响的。 喝的解决了,那洗澡冲马桶怎么办? 蓄水箱里有水,省着用吧。 我跟孩子说好了,每次洗澡只能用一桶水。 还有,这两天我不做饭了,点外卖,免得还要用水洗碗。 连水都要抢着来买,以后空气会不会也这样啊? 很难说,环境污染那么严重,什么都可能发生。 地球的水受到污染,影响有多大? 不止没有清洁的水可以饮用,就连鱼虾的产量也会下降。 哇,吃进肚子对身体有害。 还有,农作物也会因为受污染影响而减产,到时吃的也成问题。 所以啊,不止我家,应该说清洁的水是我们全人类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成语,生死攸关,只关系到生存和死亡,形容事态极为严重或事情极为重大。 生死攸关的优,在这里是所的意思,所以的所,而优可别写成悠闲的优,得去掉下面的新字底。 确实重大,没有清洁的水还怎么活? 我家不过停几天水就已经这么烦了,如果缺乏清洁的水也成了生活新常态,你能想象吗? 啊,我要不要也买几箱矿泉水囤着? 怕了吧? 你成功了,把我吓得还想买氧气囤着。 我可不是开玩笑的,清洁的水和空气对我们至关重要,是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要正视。 怎么正视? 节约用水,谨慎处理废水,减少塑料废物。 那还买矿泉水吗?瓶子是塑料的。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江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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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